台湾是全球最大的面膜王国 有业者跨界和艺术家合作 把原住民图腾和纸雕等设计元素 融入面膜包装 首创实体店面和手机APP结合 城市会依照使用者的肤质和五官 挑选最适合的面膜 噱头十足 您听过买面膜还得先自拍的吗 没有错 现在的美容业就是这么进步 把肤脸和科技概念结合 可以依照照片中的气色和疲劳程度 筛选出最适合的面膜 厉害的是实体店面有互动体验区 买面膜的同时还能为视觉带来丰富体验 我们只要选择了瓶子之后呢 把它放在这个座标的正中央 然后还要记得把两只手呢 贴在这个掌舵的地方 你们看 瓶子变身了 然后这个时候呢 海洋的地方就会出现了 你属于今天的幸运的话语 拍下这款面膜的吧 看到喜欢的面膜想知道更多 只要对着包装袋拍照 立刻就能显示出产品资讯 看哪里买得到 我们初次开放的是日文 英文 然后接下来我们会有 其他国家语言 包括法文 因为我们最近有一些法文 然后一些西班牙语 除了传统的美白宝石之外 特别推出了原住民系列 采用槟榔叶和小米酒 等等的在地成分 还把祝福的概念 从日本必买的玉手 转换到各种心情的祝福面膜 把面膜从保养 提升到行销台湾的层次 一直挖空心思就是为了要让台湾的 面膜王国的称号当之无愧 记者黄一帆 周婷宇 台北采访报导